辽宁号当然可以作为两栖攻击舰使用,不过,这个行为比较愚蠢,大概相当于用奥斯兰斯跑出租。 怎么看怎么亏,日本的出雲级直升机航母算不算两栖攻击舰,美国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算不算两栖攻击舰,这俩都是没有武藏,拥有一个超大的机库的全平甲板舰艇,可以说,在构型上和航母没有任何区别,如果愿意的话也能作为轻型航母使用。 那么,为什么辽宁号就不能了呢?只不过就是效率非常差而已,这大概相当于劳斯兰斯跑出租吧,航空母舰的价格是两栖攻击舰价格的一二十倍,英国海洋级两栖攻击舰的价格好像是几千万来着。 然后,美国的福特吗?一百多个亿,而且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,在过去,因为英国的经费不足,打算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造完以后就封存掉,或者说暂时作为两栖攻击舰使用。 毕竟两栖攻击舰说白了,那就是一个航母的削弱板,降低制造标准,降低钢板要求,降低结构强度,降低耗速,降低雷达,削弱电子设备,削弱飞行指挥设备,再加上一个车辆甲板,以及尽可能降低成本。 作为原版当然能用,无非就是需要把机库拿上个板子,割成两层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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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